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杀我 何必如此兴师动众 我想念绿珠像中的那位婆婆 没有婆婆 有 那婆婆对我很好 她对你好 我对你不好 你走吧 你不能走 你答应保护我的 姑娘的武功 一百个令狐冲也不急 那些叫人笑话的言语 姑娘还是忘了吧 你敢走下五八纲 他们会杀了你 他们要杀了我 岂不是正合你意 你 你不要逼我 是什么 母亲 母亲 祖母亲 小 dermapore 男伯父17 前 block �� 你为什么要逼我 逼我说出来才肯罢休 我要他们传话江湖 就是要你 就是要你不要离开我 永远跟我在一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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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妙极了 妙极了 这下咱们有肉吃了 故人杀鸡用牛刀 今日令狐大侠以毒蛊九剑刺杀天机 故有土狗英雄 今日岂能没有沙哇大侠 只是毒蛊大侠如果九泉之下有灵的话 知道传人如此不屑 可要跳出来清理门户了 婆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说 那我只好管你叫婆婆了 老婆婆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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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盈盈 我叫盈盈 盈盈 猫 你看什么呢 看星星啊 看看哪颗星星掉下来了 就知道你是什么星宿下凡了 讨厌 你又胡说 原来你那乖乖的样子是装出来的 面对着一位一百岁的老婆婆 我哪敢不乖呀 对了 祖先生他们说的三尸脑神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好像都很害怕 毒药谁不怕呀 他们服下三尸脑神丹 若不按时得到解药 那里面的毒物就会发作 吸食你的五脏六腑 你怕不怕 怕 那那你好不后悔跟我在一起 我 不知道 田基 什么事 哎呀 好糊啊 好糊啊 哎 哎 盈盈 你既然是圣姑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嗯 我要找我父亲 你父亲是谁啊 那可不能告诉你 爹爹是我唯一的亲人 十二年前 他突然失踪了 东方叔叔 哦 东方不败告诉我 我爹已经死了 可是 最近我又听到一些消息说 我爹他还活着 所以 我一定要找到他老人家 哦 我帮你 你 你 你帮不了 为什么 你 你 那恒山派师叔怎么死的 剧长老师怎么死的 这 你是华山弟子 我是神教中人 你若帮我 你师父能答应吗 那些所谓名门正派 他们能答应吗 我帮你 我帮你 参见杨总管 怎么样了 向文天的行踪 已经在属下的掌握之中 只是 这次太彪悍 已经杀了我属下几十个弟兄 没有的东西 一个向文天都抓不住 还贪什么一桶江湖 辟邪剑谱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这辟邪剑谱虽然在江湖上名声不小 但七主林震南 却被青城派的余苍海灭了满门 只剩下一个儿子投靠了华山派 依属下之见 这名是虚的 实在无法与本教制宝奎花宝典相提并论 只是所冷禅未灭异己 以此为借口 遇陷华山派于不义 才闹得江湖上沸沸扬扬 那小妮子呢 他下了黑木崖 就去了五霸岗 他去了那儿 那儿的人就全散了 据我所知 他们聚集五霸岗 是为了宴请华山派门下 一个叫令狐冲的年轻人 这个人似乎深得小妮子的心 令狐冲 令狐冲 那小妮子 没见他再下来 据我所知 那小妮子在洛阳城外 有一藏身之处 想必他一定去了那儿 我们要不要设下埋伏 把他大胆 你敢对圣姑无礼 你就不怕教主灭你的满门吗 属下该死 属下不敢 你这个笨猪 你怎么也不动动脑子 要不是教主念旧护着他 我早就把他杀了 是 属下无知 我听说那令狐冲生性放荡不羁 又好打暴不平 在江湖上有许多仇家 如若把那小妮子在洛阳的藏身地 告诉那些仇家 又会怎么样呢 总管高见 我马上去办 师父他们去福建 也不知现在到了什么地界了 没准 没准你现在坐船南下 还追得上他们 追上有什么用 我现在是杀害六师弟的凶手 偷盗紫霞秘籍的窃贼 借交魔教的大逆不道之徒 师父师娘不会原谅我的 小师妹她也不会 那你就去少林寺 五霸刚下的大和尚不是说 少林寺的一斤斤 可以治好你的伤吗 凭前辈如此高明的医术 都无可奈何 又何必再求他人呢 我看人生于世 一日就向着大河之水 或早或晚都要归于东海 我这伤 也算是命理注定无人可救 盈盈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还没怎么 要是让祖先生他们看见 可要笑话你了 他们敢 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你死了 会有人伤心的 谁啊 你师父 你师娘 还有你的小师妹 那 你为什么哭 谁说我哭了 我哭了 我不要你管 你还是去找你的小师妹吧 免得见不到她 可埋怨我拖住你 那你怎么办 去找我爹 我一个人找了她十二年了 又不是非要你帮我了 那好 我走 不行啊 你已经传令江湖 我要是这么出去的话 就会被你那些凶蛮的手下 砍得七零八落的 我好害怕 算了 任大小姐 我看啊 还是我留下来吧 大丈夫说话要算数 我还是帮你找到你的父亲 那然后呢 回华山 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我的家 小林子 你说咱们到福建 要经过武夷山 是啊 你去过吗 没有 哎呀 武夷山可漂亮啊 对啊 那比咱们华山还漂亮 那不一样 武夷山中啊 有一条河 号称九曲十八弯 咱们可以从山顶 坐上竹筏 直流而下 一直啊 飘到山下 希希 冲儿不知道怎么样的 他能不能追上咱们 不要再提冲儿 师兄 冲儿他 他正在 回我们华山派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的大弟子跟魔教鬼混 左冷禅在看着 所有正派中人都在看着 如果这件事处置不当 那真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必须要拿定主意 也好有个交代 来 来 来 不错 到那就得来 这个 这件事不得了 这件事不可 我几乎到哪里 十六 侯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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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怎么才回来呀 师兄 本司两名俗家弟子 和一昆仑派弟子 在五霸岗上与魔教发生冲突 我前去之时 却遇到了华山派弟子令狐冲 正和那魔教中的妖女在一起 令狐冲 岳先生的大弟子 正是 令狐冲身受重伤 却护着那妖女与我周旋 没想到 他竟是封青阳前辈独孤九剑的传人 独孤九剑 是 封老先生与本寺有恩 我实在不敢做主 便罢手了 封老先生的传人 想必不会走成邪路 那妖女是什么身份 出手不弱 身手不凡 我想 一定是魔教中的头脑人物 这就怪了 师兄 近来魔教频繁出没在河南境内 我担心要发生什么事情啊 人无百日好 天无百日情 自从魔教任我兴死了之后 东方不败倒也安生了十年了 自从恒山刘正风与曲阳逝处之后 血腥之气又越来越浓了 师兄 得赶快想个办法劝一劝左冷禅 他身为五岳剑派盟主之位 作孽太多 难免会给魔教帮了忙啊 我已经写了封信送往宋山 且看他如何答复吧 好的 请 居然要我罢手 他配吗 这些老和尚真是拜佛拜多了 师兄 岳不群已经被咱们逼得无路可退 只要师兄一句话 就可以让华山派身败名列 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 与魔教聚会五霸纲 他岳不群就算是有意摆张嘴 也解释不清楚 错 只要令狐冲活在世上 岳不群就能说得清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惩罚一个死人 来证明自己清白 盟主英明杀了令狐冲 岳不群有口难辩 你要查清令狐冲的行踪 呛在岳不群之前下手 这件事可以交给那些瞎子们去做 他们报仇心切 应该不会再失手 是 师父息怒都是弟子万事物呢 你们这群肥物 连个饼羊子也杀不了 林副聪这个鬼儿子杀死了我的癌兔 当总让我擒买猪臭 不杀他难消我心头的魔旗 师父放心 弟子一定带人查明林副聪狐 杀了他为罗斯的包丑 走 朱前辈知道咱们回来吗 他走了 走了 嗯 你累吗 不累 路上有婆婆照顾 怎么会累呢 婆婆老了 要乖孩子照顾 我要你扶着 遵命婆婆 我才不让你扶呢 你怎么了 啊 啊 别动 喝汤吧 啊 你怎么了 嗯 哈哈 嗯 你的样子吓死我了 嗯 我给你煮了汤 看你爱不爱喝 你这 你这 没事 你的脸 讨厌 饶命 好疼 就是轻的 你这没良心的 人家辛辛苦苦给你煮了汤 你还笑人家 好好好 令狐冲知罪了 好香啊 好香啊 婆婆 辛苦了 这还差不多 来 令狐冲敬婆婆一碗 来 真好喝 我还想要 怎么 你不喝 给我 怎么 舍不得啊 撒谎都不会 为了让我高兴 干嘛要为难自己呢 你 你这样硬撑着 才让我担心呢 小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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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 前两天 你还说说笑笑的 这两天 不说笑了 连话都说得少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善妹 我一想 马上就要回到福建了 我这心里边就 也不知道我家现在成什么样了 那又怎么样呢 反正 我们也不住你们家 不 我想住在家里面 如果师父不答应 你会帮我吗 你想去找剑谱 不 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想什么 想大师兄跟你说的话吧 我要报仇 我爹说过 我曾祖靠的剑谱打遍天下 真要有这么厉害 那你们家又怎么会 等你学会了爹所有的武功 那于沧海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吗 十年 我可等不了十年 那也好办啊 等我们回到华山 我让爹帮你出手 我不要别人帮忙 我在我爹娘坟前发过誓 我一定要手刃仇人 那你也不用这么紧张啊 是你的东西 别人不会要的 我爹早就跟大伙说了 到了福州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也不许问 谁也不用管 真的 师父说过 我还能骗你吗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咱们俩在武夷山 坐在竹筏上 就我们俩人 竹筏飘啊飘 你抱着我 跟我说 要带我去 别别 要让师父看到了 多不好啊 你太多了 我肯定了 你让你去哪儿 你不想是 你不想是 我宝宙 你不想是 你不想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不住我 我败了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咱们等到明天正午 如果还没来 咱们就走 相兄 怎么 时辰到了 相兄 我刚刚得到消息 教主说 再不想见到你了 要我们就地正法 相兄 只要你说一句话 小弟定当亲上黑木崖 为相兄求情 不必了吧 相兄 有句话 不知你愿不愿听 你说吧 你我共事 这么多年 都是靠拼命才熬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是何苦呢 你这是何苦呢 人格有志嘛 教主 待你不薄啊 人在江湖上得讲个意思 当年任教主 对东方不败怎么样 可东方不败又是如何回报的 这也罢了 那杨连廷又算什么东西 东方不败让他来执掌神教 他自己却躲得屋中不见人 你看看 现在教主成了什么样子 这我也知道 这我也知道 可是 你 兄弟 你的穴道点得太轻了 你下手吧 再怎么说 你还把我当兄弟看 我不杀你 不过我要告诉你 他杨连廷今天能杀了我 明天也会杀你 走 同兄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走 走 你要等的人到我 我求你一件事 你说 好 外面一共来了三路人马 但是没有我要等的人 我可能是被人出卖了 你的内伤很重 不能动武 没有 我们日约神教内部的事 我不希望你插手 我求你马上离开这儿 将死这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死在自己喜欢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既然我们大家目的相同 那我们就联手干吧 好 通报宣送 对 只要能杀了那狗贼 也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 上 上 上 灵魂冲 出来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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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冲 我如愿了 冲着我来的 千万别出去 你内伤那么重 出去等于送死 大丈夫行走江湖 岂能畏首畏尾 你快走吧 你还没有找到你父亲呢 再说 我们名门正派的事 我也不想让你插手 各位朋友 令狐冲何德何能 有劳这么多高手来此 你们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吧 我们是不予而至 一起来要你的狗命的 原来是程师叔 诸位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 这一位呢 要说他也曾经是我华山派的弟子 二十五年前离开了华山 不知道躲到什么鸟窝狗洞里去了 今天突然蹦出来 就是想当华山派的掌门 胡说 我先要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粗崽子的命 程师叔 二十五年你都忍了 也不急于这意识吧 虞兄 不知道贵派的绝招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士 你练得如何 娶你高命 琢琢有欲 尝尝 诸位前辈 你这些肉 喝你的结 拿命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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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运功 静下心来 杀他 杀他 杀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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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无多 笑答答一心 冰晚无而插脱 一只命不难的心 为天地作和 有那么多一笔心 有那么多 不难的心 为天地 有那么多 我来 长不佑 再三相转 休怪我窝青了 不 不 令狐冲 你不能死 你说过帮我找我爹 你答应的话不能不做 我帮不了你了 我死以后 把我送回华山 华山 不 你也敢 你要是死了 我跟你一块儿死 令狐冲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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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狐冲 令狐冲 小子 小子 大姨 大姨 有 冲儿 你把师父和我 当作你的生身父母 我们也一直视你如同几处 可今日却要 都怪我这些人 我太偏爱你 你天生放荡不济 不受礼法 我却一直袒护你 只是一错再错 今日竟错到无法挽回 你师父 一写好门帖 要将你逐出师门 你可千万别怪他 他昨天整夜未眠 眼睛都熬红了 我知道 他是下不了这个狠心哪 师姐 你去求求师父吧 大师兄救过我们的命啊 是啊 我也想去啊 可是你不了解我爹 别说是我 就是娘求他也没有用啊 我求求你 就是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那你最想要是我 我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